3月15号,A股收评视频,大家好,收网财经 外资连续6天持续的回流A股 今天是大买了超过100亿 本周出现了两次的百亿规模的买入 累计买入金额超过了300亿 这表明了外资的态度 而户指呢,也是罕见的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五连羊 下周能否继续拉升呢? 而日线级别的户指在经过三连因之后 今天是缩量小涨 这种行情我们该如何去看 今天收评呢,给出我的观点 我们先聊户指上指数 那么我们先要承认一个错误 在昨天收评,我们预判本周五 就是今天它的一个阴线 今天并没有出现 这个预判是错误的,先承认 但是这根阳线其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短线看跌户指的态度 原因很简单 我们不会因为一根阳线就简单的看涨 也不会因为一根阴线就简单的看工 我们要把这根K线放到整体的日K线图里去分析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结构 它的目前K线所处的位置 以及它的成交量各维度去看 其实我们依然是短期看空户指 我来具体去聊一下 目前户指所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毫无疑问是在2635点 涨了有大概400多个植入点之后的一个相对的高位 而且呢是逼近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景线位3089点 面临着两个这样一个密集筹码套牢区域 所以压力非常大 这是它目前所处的一个尴尬位置 好 然后结构呢 在三联因之后 那么在昨天是刺破了前三个日K线的最低点 这是结构上的一个拐点的下跌信号 然后今天的小羊呢 依然是连续的三天没有去创新高 所以一方面是周四跌破前三低 另外一方面是今天周五是连续三天未创新高 这是它K线结构上一个拐点下跌的信号 然后再看成交量 成交量在三连一的时候 周二周三周四三连一的时候 配合的是万亿的成交金额 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阳线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缩量的上涨 同时呢 两市成交金额是9400亿 是一个缩量 是一个缩量 所以阴线的时候万亿成交 而阳线的时候呢 量能却不够 所以量价关系也不是很好 然后再看过去的这大半个月时间 超过20均量线的时候 那么它这根K线都是一根下跌的阴线 对吧 放量的时候是一根下跌的阴线 然后主力控满指标呢 在今天虽然说是阳线 但是它的主力控满度是在降低的 震荡指标呢 在昨天超买区出现红边率 今天的重心在继续的下移 所以种种迹象告诉我们 把这根K线放到整体的K线图里面去看 无论是看位置 看K线结构 看成交量价关系 看它的一个这种主力控满度 还有像震荡指标 那么护指短线需要有调整 那么至少呢 它需要去回踩下方这条黄色的多空超半线位置 这是日K线图 然后再来看周K线图 周K线图是已经连续走出了五连羊 我们可以把K线图缩小一点去看 其实在历史上罕见的能够走出五连羊 那么几乎就没有出现过周线级别六连羊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护指五连羊随后下跌 这里护指五连羊随后下跌 这里五连羊随后下跌 那么这里三连羊就开始往下掉了 对吧 没有见到过六连羊 再把K线图缩小 也同样 我没有看到出现六连羊 是不是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大家讲上涨它不是这种 这个一直能够往上不断的去上行的 没有直涨不跌的指数 没有直涨不跌的板块 就像我们伸胳膊往前挥拳一样 你即使你的力量再大 那么你的胳膊就这么长 你的胳膊伸展之后 就无法再往前发力了 你只有往回缩一下 你的胳膊才能再次的往上发力 对不对 那么护着呢 下周跌一涨难 下跌比较容易 而上涨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今天指数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阳线 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行情的反复 我们视为是指数级别的又多 即使说我们昨天判断判断错了 但是我们说对于整个市场的节奏 我们依然是一个短期看空的一个节奏 而从我们真正的短线的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那么类似于护止的这类科研的群股票 我们不能够去做 不能够去追 同时我们要讲 轻指数中个股 个股在近期的分化之后 在盘中那种分化之后 其实我们要珍惜个股跌出来的机会 我们再讲直白一点 指数我们看跌 但我们看好个股机会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并不矛盾 大家可以细细琢磨一下 大家不要总是听我说 指数我看调整 指数一直没有调整 是不是就完全就大空了 不是那样的 我们看个股机会 聊指数是让大家明白市场的节奏是什么 目前的策略是什么 仓位该如何管控 而个股呢 重点是寻找那些特律独行的股票 指数短线不能做 当然个股短线呢 可能就跌出来一些机会了 那么寻找符合万望三好战法股的一些机会 先量价关系好 放量多多方向 筹法分布好 处立高控盘 然后再等待股价位置好 跌到关键支撑位 低风险折时 我们在于上车 是不是各位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思路 所以大家不要把指数跟个股混为一谈 指数是在干什么事情 帮我们踏准节奏 帮我们做仓位管理 帮我们知道市场目前大面是什么样子的 而个股呢 寻找稀缺的 特律独行的那一小区股票 它的一个机会 好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屏视频 那么既然周五 我们稍后或者到明天 我们会录制一些板块的一些点评 大家可以把你所关心的板块 打来评论区 认可我这些观点的朋友 来评论区打一个315 打来我们评论区 再见